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绵绵的山脉里 你是一座清风 你把寂寞藏进无垠的缝隙 你把梦想写在蓝天草原 你煽烧自己温暖大地 认自己成为灰烬 让一缕缕火焰偏偏起舞 那就是你最后的轻松 祈福 传闻的令 各部抓紧向北渡淮河 与楚京会师 做好进攻联国的准备 诺 大淮河南岸正在渡河 尚有南越兵马三十万随后调遣 足以狂政天下 叫他们迅速加盟 从东南北三方面夹击关中 尘兵脉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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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向皇上禀报过 看来皇上并不反对启用 估计皇上就要召见你了 元大人有什么话 只管向皇上说就是了 我今天还有件事想告诉你 来 你坐下 朝错说你元昂 来 你坐下 做过吴国的丞相 而且还私受吴王的重金 并且担保刘弼不会反叛 可今日吴王却反了 于是他要拿你元昂一律审办 别害怕 老夫与差人讲此案的卷宗调过来了 很惨 谢谢大将军 谢谢大将军 老夫欠将军一个情 日后当报 非常是其不便久留 老夫就告辞了 袁大人以后一定要谨慎行事 朝错这个人是不大好对付的 大将军就放心吧 如果鸾部肯出山 严和大局当可稳定 他与我治交 我一定力劝他来辅佐将军 至于朝错我看 他已是强奴之末 现在薛凡策惹出这么大的乱子 我看皇上也会烦他的 此人不处 天下难得太平 刘臂等欺王四溺 朕已渺身 借乎重围 赖王师制讨 用徽天絮 思宣大话 往诸万民 若愿捐精骨于观者 新胜之后 许不告不告 来看皇家不告 如是要皇家不告 刘臂等西王四溺 朕已表身 既不重围 赖王师制讨 用徽天絮 思宣大话 皇中万民 不是我说你 你一天到晚 也得干点正事 你瞧你 川东家走西家的 像鸡桌米似的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小青 没酒了 拿酒来 要喝酒啊 没有 你再去赌啊 赌输了你就去当 就算姐姐有金山银山 经得起你这么折腾啊 你快给我走 姐姐 自小养成的坏毛病 到现在你也改不掉 你快给我走 你给我出去 走 走 别在这儿烦我 姐姐 好好好 我拿鞋拿鞋 阿难 我喝酒 我喝酒 我的是 我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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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吓我一跳 先别发火吧 姐姐 哎 起来起来 哎 哎 我跟你说个事 长安城里出征的军队 购置军备 向妇人贷款 却没有人愿意借 为什么吗 因为大伙还看不准 朝廷的军队能不能打胜 怕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去赌什么呀 姐姐 这世上只要有输赢 就一定有赌头的 豪毒 别人不是不肯出钱吗 我就出了 我就出了 我出多少钱你知道吗 嗯 一千金黄金 我全都带给军队做军费 你胆子也太大了你 皇上要知道了那还了得 哎呀 姐姐 我跟你说 这事要是皇上知道了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因为啊 这说明你弟弟对他 对朝廷 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不光是赌胆子 更是赌眼光 这一次你误会我了姐姐 你想想看啊 母亲当初把你从前夫那里抢回来 送到宫里参加选美 那也不是去赌吗 那也不是去冒险吗 对不对 可是呢 母亲她赌赢了 如今你贵为汉宫的美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是不是 这就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要做人上人啊 遇到了机会 你就得拿出胆量 敢于下注敢于冒险 可你要是赌输了 你拿什么钱去还啊 姐姐 对你来说不能想什么万一 你必须要有信心 必胜的信心 皇上这些日子 天天吃不好睡不醒 我看连他也没有胜算 正因如此啊 这个时候姐姐 你更应该打起精神来 我一个富道人家 有精神也有什么用 怎么会没用呢 皇上情绪不好 你也愁眉苦脸 那怎么行啊 皇上现在最需要的 不是几批薄 而是你的关怀 你必须要是你 你必须要为皇上分担 别人不能分担痛苦 你必须要比宫里所有的娘娘们 更加坚强更加大度 总归一句话了 帮助皇上渡过难关 弟弟 你别说了 姐姐知道该怎么做 华将军 华将军 华将军乃一代名将 身经百战 在下诚心邀请华将军 助我一臂之力 老夫老了 武打中用了 只怕力不从心 只是当年跟随我的部曲家兵 现在有很多已经认将校了 我的脑子和嘴巴还能动动 斗大将军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勤管吩咐就是了 将军真是太客气了 我手下兵力不多 只能调给将军车技五千人 请将军在黄河边驻扎 为我守于洛阳做个平户 我鸾姓驾兵还有三千人 还能召集河北侠士一千人 这样加起来 也可以凑到上万人马 谢谢将军 对了 皇上调给本将黄金一千金 鸾将军有需要只管任意取用 最紧要的是 请鸾将军守护住黄河码头 保证前线运输畅通 敬谢了 要用的时候我会派人来取的 找死 朝廷已重新启用斗英 鸾部建筑洛阳 周亚夫帅大军进郊东国 不管它我们进攻梁都隋养 只要打下了隋养 叩关韩谷 就可以直取山安了 醉臣元昂叩见陛下 元昂 你就是元昂 诺 朕听许多人说起你啊 你也是三朝元老了 醉臣 现在只是一介庶民 起来吧 你曾经是吴国的臣相 那你说说看 这个刘碧 他真能翻得了天吗 陛下 刘碧只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老狂人而已 并不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 你这样看 陛下 你不认为了 刘碧无非手里有几个臭钱 因此说到底 他所招募的无非是些无赖子弟 亡你之徒奸邪之党罢了 但是 真正的豪杰之事 哪里是金钱利路所能收买的 不知 曹大夫有何高见呢 臣以为元昂的话是有道理的 嗯 听窦英说 你有不战而胜的妙策 陛下 那余晨倒是有一个办法 不过 不过 那余晨倒是有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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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可以说了 陛下 我在吴国多年为相 甚至刘碧的实力 他整整经营了四十年 他在白头之年举兵 绝非一时意气使然 这场暴乱要想平息 恐怕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 陛下 为臣难得见到皇上 有句话必须面见皇上 但要求陛下 先恕臣无罪 可以 你可以说 于臣妾以为 只要涉去一人 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博 就可以安定流行宗室中 朱王的心 其实眼前的一切祸乱 都是朝错一手造成的 朱王宗是伟大不调 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治完疾 虚用缓药急得避崩 朝错依仗陛下的信任 悟空一切刚愎自用 善乱组织任用互利罗织冤案 实际是 借薛藩 而经营扩大自己的势力 其用心不轨 与商鞅利私如出一辙呀 陛下 天下萧萧皆为朝错 举国无人 不为其可杀 而陛下不除他 那怨恨就都集中在陛下一个人身上 所以 刘碧才有了起兵谋反的理由 所以他才提出了清军策的口号 用以蛊惑人心 放肆 陛下 虽然就是杀了朝错 也未必能平起暴乱 但至少可以使朱王宗室中 齐强观望者安定 心怀不瞒者出一口怨气 可以收回天下一朵百人心哪 退下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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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què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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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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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湛能打胜 必胜 是得胜 不胜不得了 臣妾 给你唱一支小曲吧 玄冥月一字朝夕夷 从无情 情也欲动芳芳 我认识你为奉长 谢陛下圣恩 你戴上这个 前往无处答应 你戴上这个 你戴上这个 跟刘碧谈判 令旨 你那天说的 朕也在考虑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陛下要臣 与无处叛军谈判 臣不敢不从命 但是希望陛下 在刘氏宗亲里 再选一人 作为宗师代表 与悲臣一同前往 这样 死更好一些 你认为谁去何时呢 德王刘通 是吴王刘碧的亲侄儿 位高望重 臣愿与刘通一同前往 可以可以可以 陛下是否 还有什么口信 让臣带给刘碧呢 你可以跟他说 不认为 朕对年少时 误杀了他的儿子 一直愧疚在心 先行退兵 什么事都可以商量 朕正在考虑 撤销薛藩策 至于还有什么事 会在你去的途中 通知你的 去吧 可以 你去哪里 是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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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这里又有几份刚从前线送来的紧急军报 说 太尉周雅夫 问可否从赛上往山东前线调兵增援 但赛上燕门 渔阳 城部 石部 也请求增兵调粮 匈奴大蝉鱼十万计 已经逼近了燕门关 又贤王部正在逼近渔阳 哦 这还有一份 是大将军窦英派人送来的密报 怎么说 诸侯各国的近况 人心仍在动摇 还有人可能加入叛军 前线的压力将会 下去 诺 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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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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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朝作大夫》今天没有来啊 奉太后之命 今天不宣朝大夫到庭 今天朝议 太后也驾铃了 现在的局势是很紧张 如何才能稳住大局 稳定人心 今天可以在议下 陛下 夏臣与丞相淘卿 中尉陈家 你联名参奏 于是大夫朝错 怎么说呢 于是大夫朝错 辜负天子信任 把持朝政 乱国体以谋私利 肆意更乱组织 擅自削藩之令 引起朱王获变 搅扰海内不安 实为罪魁祸首 致使宗庙轻覆 获言设计 以汉律 善变乱组织者 罪诸九卒 臣叩请陛下名段 卓继革除 朝错御是大夫直觉 夏廷位署 一律审断 丞相淘卿 廷位张欧 中尉陈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决定 你决定 前方 要对你决定 都器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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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储在 坐下 处走 谁是祸首 就得承担这个责任 不是朝错 那就是你自己 你是要留住一个朝错呢 还是要争取满朝的文武 你是要保住一个朝错呢 还是要保住大汉的江山 你是要死守一个朝错呢 你还是要守住 列祖列宗创下了基业 其实这个朝错 也许确实是个忠臣 是 但是他蠢 他犯了众怒 那个刘碧 他是天下知名的大坏蛋 可是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好人 就杀光所有的坏蛋呢 你想一想 该怎么做 娘 皇儿 我一定要给你们 那么 我 那么 我 我 去 我 滚 我 他 同志 金奢尼 岂敢阻拦 曹大人 我奉御命查拿侵犯 这条街道已经全部戒严 请曹大人的车架跟我来 曹大人 请曹大人在这里下车 有人在此等你 曹大人 请 曹大人 请 我曹大人打个心 陛下 丑大夫 快惊气吧 丑大夫 丑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过去曾说 世上对的事情就是对的 错的事情就是错的 可朕当了皇帝 慢慢觉得这世上的事情 也不完全是这样 有的时候 错的也是对的 对的 有时倒是错的 命名是错的 有时偏得去做 出皇帝 明明是对的 有时偏有无法去做的 但 臣还是认为 对的 到头来 还是对的 错的 到头来 他还是错的 这是不错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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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长空鹤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